从流浪公子到霸主的晋文公 在春秋正霸中 宋香公只不过是个谈花一现的人物 真正接替齐桓公称霸的是晋文公 晋文公名字叫崇尔 是晋献公的儿子 晋献公在夫人死了以后 把他最宠爱的黎姬立为夫人 黎姬想立自己的儿子西齐为太子 就逼死了太子身生 并且阴谋杀害比西齐年长的公子崇尔和义武 崇尔和义武指的分别逃到国外去避难 晋献公死后 公子义武在晋献公的帮助下 与周湘王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六百五十年 回国当了国君 就是晋慧公 大夫系瑞向晋慧公献策说 崇尔流落在外 中归是个祸害 不如想法把他杀了 晋慧公就派人去刺杀崇尔 崇尔一直在敌国避难 前后有十二年光景 听说有人来杀他赶紧逃往齐国 一路上无依无靠 又没有干粮 只好沿路乞讨 有一天他们走了几十里路不见人烟 太阳当头了 还没吃早饭 肚子饿得咕咕叫 看到远处大树下 一伙农夫正在吃饭 高兴极了 崇尔叫随从向他们要点吃的 农夫说 我们哪里有吃的 连野菜都吃不饱 哪有多余的送人呢 另一个农夫 从田里捧起一大块泥土 送到崇尔面前说 娜娜 这个给你吧 崇尔大怒 拿过马鞭就要打那个农夫 随从看到农夫们一个个怒目相识 急忙劝阻说 要弄点粮食不难 要弄块土地恐就难了 老百姓送给我们泥土是好兆头啊 得土地意味着得国家呀 崇尔只好忍气向前赶路 他们鸡一顿抱一顿 走了几天几夜才到了齐国 崇尔在齐国的日子过得挺舒服 随从们担心他沉醉一享乐 就带着崇尔逃到了楚国 楚城王非常隆重地欢迎崇尔 用招待国君的礼节 招待他 有一天 两人正谈得高兴 楚城王问崇尔 公子如果回到晋国怎样报答我呢 崇尔说 金银珠宝您多得很 真情易寿本是楚地的特产 我真不知道拿什么报答您 楚城王笑着说 那就不愁谢我了 崇尔想了半天说 如果托您的福 我能够回到晋国 一定和楚国和睦相处 将来万一两国打起仗来 我一定命令晋军退避三社 来报答您的恩情 古时候行军三十里为一社 退避三社就是后退九十里 周襄王三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前六百三十六年 崇尔回到晋国当了国君 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从四十三岁起逃难 到即位的时候已经六十二岁了 算起来在外颠沛流离 前后整整十九年 崇尔当了国君后 助以整顿国内政治 发展生产 安定人心 晋国很快就强盛起来了 他也想能像齐桓公那样做个中原的霸主 过了两年 宋相公的儿子宋成功来讨旧兵 说楚国派大将成的臣领兵攻打宋国 大臣们都说 楚国老是欺负中原诸侯 主公应当辅助有困难的国家建立霸业 这可是时候了 晋文公早就看出 要当上中原霸主就得打败楚国 他扩充队伍 建立了三个军 浩浩荡荡的去救宋国 公元前六百三十二年 禁军打下了归附楚国的两个小国 曹国和魏国 把两国国军都俘虏了 楚国大将成的臣 想救这两个国家 催动全军赶到禁军驻扎的地方 楚军一禁军 晋文公立刻命令往后撤 禁军中有些将士可想不通了 说 我们的统帅是国军 对方带兵的是臣子 哪有国军让臣子的脸啊 带兵的将军解释说 打仗先要平个脸 理直气就壮 当初楚王曾经帮助过主公 主公在楚王面前答应过 要是两国交战 禁国情愿退避三世 今天后撤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诺言 禁军一口气后撤了九十里 到了城湖 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眷城 才停下来 布置好了阵势 楚国有些将军 见禁军后撤 想停止进攻 可是成的臣却不答应 一步定一步地追到城湖 跟禁军摇摇相隔 成的臣还派人向禁文宫下战书 措辞十分傲慢 禁文宫也派人回答说 贵国的恩惠 我们从来都不敢忘记 所以退让到这儿 现在既然你们不肯谅解 那么只好在战场上 比个高低了 大战展开了 才一交手 禁国的将军 用两面大旗 指挥军队向后败退 他们还在战车后面 拖着树枝 战车后退时 地下扬起一阵阵的尘土 显出十分慌乱的模样 成的臣一向骄傲自大 此时更不把禁军 放在眼里直追上去 这正中了禁军的埋伏 禁军的中军精锐猛冲过来 把成了臣的军队揽腰切断 刚才假装败退的禁军 又回过头来 前后夹击 把楚军杀得七零八路 禁军占领了楚国营地 把楚军遗留下来的粮食 吃了三天 才凯旋回国 禁国打败楚国的消息 传到周都洛邑 周湘王和大臣 都认为禁文宫立了大功 禁文宫趁机召开 各诸侯大会 当上了中原的霸主 中原的霸主